花蓮车站时刻表荧幕显示列车停开 24日一早还是有零星的旅客在花蓮车站大厅等候驱间车 本来想说做那个6点20分的那个快车嘛 结果说停死了 所以我们就改做这个驱间车 还好还有这么一班 台铁24日中午前全线对号列车停驶 但西部和花东间的驱间车早常开 要是风雨情况来机动行驶 因此有不少人抓紧时间要赶紧来打火车 我们打完去台中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环岛的动作 这个台风天哪就是要去环岛 台风来起想到台铁环岛恐怕会碰壁 因为台铁最新宣布24号中午过后 台铁全线对号列车驱间车全面停驶 支线也将暂停 已经买票的旅客一年内都能退票 另外高铁也调整班次 24日中午过后改为每小时双向各发三班 全车自由坐列车 每小时整点二十分四十分各会发一班 双铁备站花莲居民更不敢掉以轻心 花莲市区上这间生活百货 趁着风雨还不大 赶紧出动吊车先来拆招牌 另一旁还有大楼庭车厂 摆了整排的挡板和沙包 就怕雨是一大又会淹水 民众也都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进行为童亚云黄红杰 瑜伽伟 张绝涵采访报道